拿著筆寫下心中的第一志願 伍建偉 肌肉微縮症的他 希望未來可以好好發揮自己能力 你為什麼想要考資工 因為他其他科技都 有牽扯到思作的部分 而是這方面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身形和別人不同 就往動手動腦的科系去發展 建偉一路走來一點都不輕鬆 大概七點半到校 然後晚上因為我還要玩自己 就在自己七點回家 然後我讓他休息到八點之後 就要整個一天考試 所以你一天必須坐在這個椅子上面 至少超過十五個小時 差不多 他如果在學校都這樣子 他如果要躺我的腳 十九公斤的建偉 在媽媽雙手的環抱下 可以平躺在腿上 讓緊繃的肌肉獲得一些舒緩 一節考試將近兩個小時 硬考之前 除了校方貼心準備的床 可以休息之外 媽媽也得替建偉稍稍的按摩 要放棄就什麼都沒看 科學壓力讓個頭小的建偉一度氣餒 但是樂觀的他 重新打起精神 堅定的往目標前進 就期待回饋媽媽與社會 大新聞 朱榮 蕭鴻樹 高雄報導